快速扫描各报头条 新海峡时报聚焦医疗保费标准特提 国会卫生特别领选委员会提出六项改革建议 首先促请政府检讨现有政策 并推出共同支付方法 也就是投保人和保险公司 共同支付医疗成本的模式 另外还要控制医疗服务价格 加速落实诊断相关疾病的分组 分类病人的护理 建立国家健康基金 确保维持国家卫生融资 并逐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提升透明和效率 另外人力资源部计划修订1969年 雇员社保法案 推出非职场地外投保计划 汇集所有社保投保人 包括外籍劳工 新州日报头条报道 这项计划提供24小时保障 包括工作时间 以及非工作相关事故的免费医疗服务 受保者可以前往政府或私人医院 免费接受诊治 副部长阿都拉曼指出 非职场地外投保计划 将会提升福利索赔效率 为灵活工作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私人医院入场也扩大了医疗服务范围 方便受保者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另外 美日新闻带国人关注的是 外劳在政府医院拖欠的医疗费用 已经超过4000万令吉 政府已经追回当中的9% 卫生部长祖吉菲林指出 为了避免公家医院继续承担这笔损失 卫生部正在全面审查 外籍患者的银行担保金额 押金规定以及催收程序 旨在确保银行担保金额 足以覆盖外籍患者的医疗费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